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机指数是不少投资者都会用的其中一种技术指标 能够判断好淡双方强弱 分辨市况超买和超卖的情况 究竟如何应用和判断呢? 有没有缺陷导致失效? 除机指数STC又称为KD指标 是由图表上的两条线 %K线和%D线组成 除机指数参数采用的日数组合更多 一般的%K%D线组合参数 会用18天5天 亦都有用20天5天 14天3天等等 除机指数可以分为两种 快步除机指数和慢步除机指数 快步除机指数是最原始计算的方法 由于敏感度多高 短线操作会比较适合 由于快步除机指数可能会发出太多出入市讯号 慢步除机指数是将快步除机指数做了改良 平滑了快步除机指数的指标 可以用来做中长线投资 基于公式的设计 %K级和%D级都只会在0至100区间上楼 在垂直座标的50 画出一条线 称为50线 当%K级和%D级都高于80时 就视为进入超卖区 低于20时就视为超卖区 而50线是作为市势好淡的分界线 上破50的时候走势向好 下破50的时候就向淡 在应用上 当%K线上升到超卖区水平 反映市场强势 而当%K线由80之上回落 虽然未必表示市场转势 但可以反映市场将会出现一个顶部 反之 当%K线由20之下回升 就反映市场将会出现一个底部 随机指数主要买卖讯号 由%K和%D两条指标发出 当随机指数在超卖区附近 如果%K线上破%D线的时候 可以作为买入讯号 当随机指数在超卖区附近 如果%K线下破%D线的时候 可以作为沽货讯号 随机指数和其他超卖超卖的分析指标一样 经常会在走势逆转之前 出现同价位倍持的情况 也就是当市场趋势即将见顶之前 价位走势仍然一浪高于一浪 但随机指数出现一浪低于一浪的形态 属于高位倍持 应该考虑沽货 而当市场趋势即将见底之前 价位走势一浪低于一浪 相反随机指数一浪高于一浪的时候 就属于低位倍持 应该考虑入货 随机慢步指数适宜用于波幅市 信号可以估计市房底部或者顶部 但需要注意风险 如果配合其他技术分析 例如黄金比率运用 信号会更加准确 如果在大升市或者大跌市里面 可以超买再超买 或超买再超买 影响信号的准确度